嘉庆四年的正月初三 太上皇乾隆帝带着对权力的不舍驾崩于紫禁城的养心殿 享年八十九岁 对于乾隆的去世 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欢喜的是嘉庆帝 虽然他遭受丧父之痛 可对于皇家父子来说 这自然算不了什么 对嘉庆帝来言 属于他自己的时代算是终于来临了 可反观另一边的和珅 自然是内心忐忑不安 他隐约察觉到会发生点什么 但是又说不出来具体的感觉 只能耐心地等待命运对他的安排 嘉庆对和珅早已深恶痛绝 他对和珅干的那些减除异己 贪污受贿的事情早已一清二楚 可乾隆在位时期 和珅在朝中的势力盘根错节 自己根本无法撼动 如今太上皇驾崩 机会算是来了 嘉庆帝想尽快处置和珅 但作为皇帝 基本的觉悟是有的 他最开始选择按兵不动 避免打草惊蛇 为了稳住和珅 嘉庆下令让和珅给乾隆守孝七天 亦是诚心 当然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 表面上和珅是给乾隆守孝 实际上早已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这是嘉庆为惩处和珅做的周全准备 果然 正月初八 嘉庆帝便开始对和珅动手了 接下来嘉庆下令夺去了和珅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等职位 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早已明白 嘉庆帝是要对和珅动手了 于是朝中大臣纷纷倒戈 原来站在同一阵营的大臣也很快变了脸 和珅在朝中围观三十多年 围观期间从来没被人直接检举告发过 可是当嘉庆帝查办和珅时 那些大臣立马变了嘴脸 纷纷指控和珅 更有的在大殿上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起自己是如何受到和珅的威逼和利诱的 这样的变脸 看得嘉庆帝目瞪口呆 当然大臣们成功地战队以及对和珅的弹劾指控 却正符合嘉庆的心意 他要的正是这样的效果 于是便顺水推舟 开始对和珅的彻底清算 嘉庆在保证自己的权力安稳以后 下令开始逮捕和珅 当和珅还在灵堂为乾隆守灵的时候 刑部官员已经到来 将和珅逮捕并打入了刑部大牢 和珅被捕入狱 嘉庆帝命令刘庸等连夜审礼 列出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状 正月十一这一天 嘉庆帝正式宣布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 并且下旨抄莫其家 查抄结果显示和珅的财产多得惊人 抄得白银八亿两 可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几千万两白银 嘉庆得知和珅的家财数量后 不由又惊又喜 惊的是和珅竟然连及了如此巨额的财富 喜的是从此国库可以充实了 更重要的是 终于可以治和珅的罪了 任凭他再奸诈狡猾 也无从翻身了 正月十五这一天 是元宵节街上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 可此时的和珅 身处刑部大牢的他倍感凄凉和愁苦 对着窗外的明月不禁默默流泪 此时的和珅知道 如今他是再也逃不过了 正月十八这一天 朝堂之上议论纷纷 在讨论如何处置和珅的问题上 众人纷纷建议将和珅灵池处死 大殿之上的嘉庆正有此意 可到了这个关头 素来是和深死对头的刘庸反而站了出来 他认为和珅毕竟曾经是乾隆的宠臣 一代权臣 而且和珅一直忠心耿耿 并无谋反之意 也该给他留点体面 还是让他自行了断最好 嘉庆思来想去 采纳了刘庸的建议 下令赐给了和珅三尺白铃 让狱中的他自行了断 并派刘庸和珠龟在牢房外面奸行 当狱卒将白铃拿来 放在和珅面前的时候 他的心情反而平静了很多 在这几天里 他曾经幻想过无数次嘉庆帝 如何处置他的情景 此白铃自尽算是他认为最体面的死法了 即将赴死的和珅 让狱卒拿来了纸和笔 写下了生平最后一首诗 《临行诗》 五十年前梦幻珍 今朝撒手撇红尘 他日水饭寒龙日 祭取香烟是后身 写完诗以后 和珅饮酒树杯后 冷笑一声 并将白铃拴在了梁上 打了个死结 踩上凳子 将脖子套在白铃上 一脚把凳子踢开 就此命归夕天 终年四十九岁 刘庸目睹了和珅自尽的全过程 曾师生探到 和珅生前是太上皇身边的大红人 如今可以追随太上皇去了 两人在黄泉路上再相见 和珅倒台后 落井下石的不在少数 朝堂之上的大臣 更是纷纷弹劾他 相比而言 倒是他的妻妾 给了他世间仅有的最后的真情 和珅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 他风度翩翩 史书上说他容貌端重 长于语言 谈吐俊快纯熟 为人狡黠 善于逢迎 这样的男人 不仅能讨得上司的欢心 自然也能讨得女人的欢心 根据记载 和珅生前公开的妻妾共有九人 那么 和珅在自尽后 他妻妾的命运如何呢 结发妻子冯继文 和珅的结发妻子是当时总管内务大臣英莲的孙女 名叫冯继文 他和和珅结婚时 和珅还没发迹 还是在咸安公关学读书的一名大学生 虽然和珅当时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袭决衔 但是也只够糊口而已 和珅在咸安公关学的刻苦努力 以及英俊的外表 被总管内务大臣英莲看在了眼里 于是将孙女许配给了和珅 乾隆三十二年 和珅与冯继文结为夫妻 英莲给孙女准备了价值不菲的嫁妆 并且还亲自主持了这门婚事 搭上了这门亲事 也为和珅以后围观的道路上搭建了很多捷径 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转折 冯继文出身名门 不仅博学多才 性情非常温顺 婚后对和珅万般体贴 夫妻相亲相爱 和珅曾在内心里发誓 将来不论如何 对发妻必然要疼爱一辈子的 1775年 冯氏为何深生下了儿子封身殷德 一家三口过得其乐融融 嘉庆三年 冯氏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 人们常说 皇帝爱长子 百姓爱妖儿 小儿子和长子封身殷德相差了十几岁 和深中年得子 喜不自胜 只要有空闲时间 便去逗弄小儿子 尽享天伦之乐 可没想到 天有不测风云 在一个夜里 方才两岁的二公子突然高烧 急症来得奇快 等逢是慌忙令人 请来明依依致时 二公子便夭折了 当时和深圳陪同乾隆 在热和避暑 接到次子夭折的消息后 爱子如命的他 顿觉晴天霹雳 提笔写下了 一道王儿绝句识首 以当晚词 诗中将痛失 幼子的彻骨之痛 写得令人不忍阻堵 自从小儿子夭折 和深经常 无缘无故怨天尤人 而冯氏更是伤心不已 从此一病不起 和深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不惜动用自己的权力 请来了天下的名医 进行医治 可冯氏的病 归根到底是心病 以至于药食无效 病入膏肓 任何人都无力回天了 嘉庆三年 冯氏的病情更加严重 脸色愈加惨白 为了妻子冯氏 和深在中元节这一天 安排了一场盛大的祈福活动 希望能通过此次祈福活动 从而使冯氏躲过此劫 然而 令和深没想到的是 冯氏的病情反而更加恶化 咳嗽中还带着血丝 在病榻上熬了一个月后 这年的中秋节 冯氏在一片张灯结彩中 凄凉去世 本该是个团圆的中秋节 可妻子却永远离开了自己 冯继闻的去世 让和深悲痛欲绝 直到妻子去世 一生贪婪的和深 才知道纵然他有万贯家财 却没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这个世界上还有钱和权得不到的东西 比如生命和亲情 冯氏顽故后 和深向朝廷告假一个月为其守灵 在极度的悲痛中 和深为冯继闻写了六首道王诗 每首都是对夫妻恩爱生活的回顾 和深写道 我本多情人 糟糠忍气质 今日我枯一 他年谁送我 夫妻真情尽在诗中 令人独之落泪 安葬完冯继闻以后 和深下令将冯继闻生前居士中的一切 都按照原样摆设 永远不让别人居住 和深还时常去那里平调 借此来表示自己对妻子的哀思 以及无休无止的怀念 在冯氏去世后的一年 和深在狱中自尽 冯氏虽然早亡 但是他还是算幸运的 因为他死在了和深倒台之前 事实上 和深对发妻恩爱并不影响 他沾花惹草和召妾那种 二夫人长二姑 在和深的生命中 还有一个女人至关重要 此人名叫掌二姑 掌二姑的出身比不得逢是尊贵 她出身贫苦 父亲只是草原上的一个牧民 由于家境贫寒 掌二姑在十岁那年 被父母卖到了刑部曹思源家中当奴婢 掌二姑虽然出身贫苦 可是命还是很好的 虽然是奴婢 可曹思源的夫人看到他长得机灵 便把他当女儿悉心培养 掌二姑十五岁那时 已经出落的有尘于落雁的容貌 身材高挑 面如桃花 这一年 刑部刚好有一个职位空缺 曹思源为了得到这个职位 决定将掌二姑送给和珅当小妾 以此贿赂 和珅为官数年来 各种人送银子送宝物已经不稀奇 但是送角色女子作为小妾 倒是头一遭 在曹思源的精心安排下 和珅和掌二姑秘密相会了一次 此时的和珅也才三十多岁 况且和珅是出了名的美男子 英俊潇洒 又是高官 掌二姑自然心生爱意 而掌二姑秀丽的身姿和娇好的面容 同样令和珅一见倾心 既然朗友情妾有意 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随着和珅在朝廷中停步清云 原配妻子冯氏 曾经不止一次主动劝和珅那妾 其实 官场上春风得意的和珅眼见 其他下属都三妻四妾 早已有了内妾的念头 只是因为妻子一家对自己有恩 所以不忍心那妾 怕伤了妻子的心 可和珅的心思 哪里逃得过冯氏的法眼呢 冯氏眼见自己年老色衰 又察觉到和珅有内妾的心思 便有了想法 如今和珅回家给冯氏说要那掌二姑为妾 冯氏便欣然答应 掌二姑成为了和珅的小妾以后 晚上伺候和珅 白天则是在书房里学习 几年下来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才女 非常精通算术 和珅见到掌二姑学友所成 便吩咐她和刘全一起打理家里的生意 掌二姑尊重正是夫人冯氏 帮助冯氏操持家务 并将和珅的财务账目也打理得井井有条 官员们行贿和珅的财物 也都是掌二姑给经办的 渐渐地和珅对她由爱而敬 掌二姑还为和珅生下了两个女儿 由于她常年经办和珅的财物 和珅遇到事情总喜欢和她商量 因此在和家最有权势 和府上下和众多官员都尊称她为二夫人 当和珅自尽的消息传来后 掌二姑异常悲伤 自己亲自经手的偌大的家业 一转眼已经变成别人的了 而回想起和珅和自己的恩爱生活 掌二姑更是肝肠寸断 也不愿苟活于世 选择自艺 追随和珅儿去了 江南美女吴清莲 除了掌二姑以外 和珅还有几房妻妾 其中和珅最宠爱的是吴清莲 在和珅众多小妾中 才女吴清莲是个独特的存在 她出身江南 体态轻盈 眉目如画 温柔乖巧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而且写的一首好诗词 她的才华就连乾隆时期的很多著名男诗人都自愧不如 吴清莲本来是苏州的歌妓 十五岁那年 流落到浙江杭州的一家妓院 后来被苏州知府王淡旺赎了身病那位小妾 王淡旺对吴清莲格外宠爱 夜夜避宿她的寝室 可惜后来因虚报数百万以上旱灾东窗事发 王淡旺作为原甘肃不正史系该案主犯 被朝廷处死 并抄了家 王淡旺死后 吴清莲被官员蒋熙起收入府中 后来蒋熙起又将吴清莲转现给了和珅 和珅的妻子冯氏和二夫人长二姑虽然温柔体贴 却并不通诗词 而吴清莲貌美又多才 可以吟师作父 无疑成了和珅心肩肩上的人物 和珅得到吴清莲以后 非常真爱 和珅听说吴清莲在杭州的时候 王淡旺曾经给他见过一座 用宝玉做装饰的麋楼 于是为了让吴清莲高兴 他也给吴清莲在北京郊外建了一座麋楼 不仅如此 和珅为了让吴清莲高兴 不惜使出浑身解数 吴清莲爱吃荔枝 和珅就效仿唐玄宗 让下属和地方官员 用快马把荔枝从广东运到京城来 然而 和珅以及吴清莲的甜蜜时光 并没有维持很久 一切随着和珅的倒台戛然而止 和珅被抄家自尽后 吴清莲和其他小妾随后便被刑部 和顺天府衙门的兵士看管了起来 吴清莲在被软禁期间 悲痛欲绝 不禁回想起 自己这一生竟然遭遇两次抄家 对于人生不再有任何念想 连夜写下一组自诉之诗 其中写道 风漆雨暗 如祝妾之悲道 吴清莲写完这些诗以后 同样以三尺白铃了结了自己的性命 一代红颜 从此香香玉允 吴清莲当王淡旺的小妾时 王淡旺被处死抄家 当和珅小妾的时候 和珅同样被处死抄家 真是红颜薄命 在女色方面 尽管有了端庄贤淑的妻子冯氏 精明机灵的长二姑和美貌多才的吴清莲 可和珅仍然感到不满足 和珅宠爱的另一个小妾名叫豆蔻 也是江南美女 豆蔻容貌秀丽 风姿绰约 多才多艺 和珅当年随乾隆皇帝下江南时 扬州商人汪如龙为了贿赂和珅 将豆蔻送给了他 和珅对豆蔻十分宠爱 豆蔻也一直把和珅当成自己的归宿 在和珅自尽后 他想起和珅对自己的恩情 悲痛异常 纵身从楼上跳下 追随和珅而去了 而和珅的另一个侍妾是黑玫瑰 则是嘉庆皇帝赐死和珅的二十大罪状之一 嘉庆宣布和珅的二十条罪状当中 其中第四条便是将出宫女子纳为刺妻 罔顾廉耻 其大罪似 黑玫瑰本来是杭州制造送给乾隆的宫女 黑段子式的皮肤闪闪发亮 身材更是窈窕多姿 别有一番风韵 和珅每次见到都心神摇曳 宫中家力三千 皇帝不能羽露均沾 很多宫女到了年龄会被遣散出宫 这一年 黑玫瑰便被遣散了出来 和珅很快就把她娶回家中 当时也有传言说 和珅勾结贿赂了宫中的太监 特意将黑玫瑰遣散出宫的 和珅得到黑玫瑰以后 同样万分宠爱 将她安置在了别墅舒春园 而当时四十出头的和珅 仍然是满洲的美男子 俊秀从容的相貌足以令九居深宫的黑玫瑰怦然心动 黑玫瑰对和珅推心致富 是为了自己一生的归宿 和珅自尽后 黑玫瑰深感无处可去 于是也投还自尽了 此外 和珅还有甘女儿内兰 将宁之造诵的小妾小英和紫嫣 和一位欧洲美女 在和珅倒台自尽后 这三位女子都不知踪迹 神秘消失了 和珅家产被超官后 在狱中自尽 众人唯恐避之不及 没想到 对和珅最为情深义重的 则是几个爱妾 可见和珅生前对待他们 还是很好的 和珅在外是贪官 但作为一个人 他也有自己的感情世界 在男女之情方面 同样也会有着无限柔情 和珅一直混迹观场 早已失去了自己的真性情 在乾隆面前唯唯诺诺 在百官面前虚伪残酷 可在自己家中 他却把所有的柔情和坦荡 给了自己的妻妾们 也许这便是和珅最真实的样子了吧 可话又说回来 以和珅八面玲珑和善于逢迎的智慧 对付乾隆那样 一个当朝圣君都绰绰有余 哄着几个妻妾 对他死心塌地更不是难事 也难怪在他自尽后 他的小妾们 愿为他相消欲损在所不辞